在鸣风淳朴的歌坛室 小丑与哈利奎英这对情侣 除了男的帅女的性感之外 他们的疯狂才是吸粉无数的真正原因 两个人相识在人才辈出的阿卡姆精神病院 哈利是一名医生 负责的病人 正是小丑本孙 他在治疗的过程中 完全被小丑那该死的魅力所征服 哈利送给他的小猫确实很可爱 但是他更喜欢机关枪 恋案中的女人指定是有求必应 小丑与手下李英外合 干掉了这里的守卫 成功地逃漏出去 他却马上翻点 暴露出之前只是在骗枪骗感情 无奈 小丑把他带到了化工厂 面对爱情 生死已经不再是障碍 可就在哈利义无反顾地跳下生化池 小丑却没有因为终于摆脱他而感到开心 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哈利执着的爱索打动 依然决然地甩开外套 也跳了下去 救起哈利 两个人在生化池中紧紧相拥 随后他俩变成了歌坛式的罪恶国王和王后 哈利成为这个城市中没人敢惹 没人敢碰甚至没人敢看的人 小黑哥只因为多看了哈利一眼 就被小丑一枪爆头 这对情侣的疯狂成功地引出了蝙蝠侠 一路急迟一路追逐 蝙蝠侠一跃飞上他们的车顶 哈利向车顶连开竖枪 就在这时 前方已经是道路的尽头 小丑却丝毫没有紧速冲进大海 蝙蝠侠跟着潜入水里的小丑 已经不知去向 哈利假装昏迷 发起突然袭击 却被蝙蝠侠一拳制服 就这样 哈利被捕了 即使在监狱里 他也是个相当危险的家伙 已经有四个保安中招进了医院 所以只能为他设施这种单独的牢笼 此时小丑的手下 已经打探到关押哈利的所在 只要知道了人在哪 他就一定有办法将他救出来 在赌场里 抓到了一个烂赌的狱警 逼迫他成为了内线 可当小丑带人冲进监狱时 却扑了个空 就这样